日本东京都政府13号宣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在上野动物园出生的 四岁雌性大熊猫香香 归还中国的时间 由今年6月30号 推迟至12月31号 这是香香归还中国的时间 第四次被推迟 香香出生于2017年6月 其父母分别为 中国旅日大熊猫比利与仙女 去年6月 仙女产下龙凤胎大熊猫幼崽 小小和雷雷 香香升级为姐姐 据东京都政府介绍 由于大熊猫是从中国借出的 它们产下的幼崽所有权 也属于中国 按计划 香香原定于2020年12月底 归还中国 但受疫情影响 归还日期一再被推迟 由于香香和龙凤胎幼崽 均在6月出生 上野动物园计划下个月 为三只大熊猫 举办生日纪念活动 愿意 我先放下来